去年很多的公司的获利是创历史新高 尤其是我们讲的这些什么航运股啊 或者是金融股 所以去年赚到的钱 今年都会拿出来配股配息 OK 那现在其实我认为是最好存高股息的时间点 为什么 因为股票在跌 所以我的值利率反而高了 对 假设你是存1万 你多一倍 你领到的股利会差更多 对 所以其实长期绩效来看的话 其实真的00878的这一个 鼓励领到的鼓励还有绩效的反应 其实是优于0056的一个股价走势的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就是要有钱 我是主持人小碧 存高股息这件事情 大家会把它当作是一个我要退休 但还有月收入的那种感觉 我想其实这个高股息 在我们台湾的这个 定期定额里面算是国人最爱 真的耶 对我发现好多身边好多好多的人 都好喜欢存高股息的股票 那其实今年存高股息是一件对的事情 今年是对的了 当然因为前两年 去年不太对 去年不太对 太高了 对 第二个呢 去年很多的公司大赚钱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虽然这几天一直跌对不对 美股也一直跌 可是不要忘了哦 去年很多的公司的获利是创历史新高 尤其是我们讲的这些什么 航运股啊或者是金融股 所以去年赚到的钱 今年都会拿出来配股配息 那现在其实我认为是最好存高股息的时间点 为什么 因为股票在跌 所以我的值利率反而高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的时间点录得非常好 就来告诉大家可以买到便宜的 可是我可以享受那个配的还不错的鼓励 对高值利率的鼓励 那我想其实这个国人 根据这个证交所的统计 国人这个每个月定期定额这个排名前四名里面 就有两档是属于高配息的ETF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0056跟00878 这两档是叫做国民这个高股息的 共同的这个ETF的基金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大剖析这两档基金 到底他们两个到底哪个地方有不一样是 同中求益 益中求同 那到底呢如何这两档的ETF 要如何来去做资产的配置 那么我们在了解ETF的之前 一定要先知道 到底呢这个ETF买了什么样子的股票 0056的筛选方式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台湾50加中型100 总共150档的这个股票 然后从这150档里面呢 再去选未来预测未来值利率 最高的30档股票呢来去做什么 来去做资产的配置 所以它是预测未来 所以当然是拿过去有机会 这个高配股配息的 去预测未来的比较好的这一些股票 然后把它列入到我们的成分股里面 那么相较于这个0056的 这个选择的方式 00878就有点不太一样了哦 对写的密密麻麻 这个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00878是选ESG 它多了一个ESG的筛选机制 然后从这个ESG评分高的股票里面 再去选高股息的部分 00878的经理费稍微便宜一点 那我们有在投资ETF的同学都知道哦 其实成本决定于你的获利 你只要稍微少付一点 那你就是什么 差很多 就差很多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也都会去选 所谓你的内扣成本比较低的股票 的ETF 所以878呢 它硬就是比这个0056的经理费 少了一点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后续在做选择的时候 一个考量的一个重点 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更注意的 就是它的这个收益分配的部分哦 那么这个0056它是一年配一次 可是我们的00878却是一年配四次 很弹性 很弹性 所以它是继配 那我这边提供的是去年配息的部分 一整年大概配了1.12块的这个息 所以其实它配息也是配的相当的不错 换算成殖利率来看的话呢 大概是6.1%的殖利率 哇那这个报酬率是真的 蛮好 优于大盘耶 优于大盘很多 而且不要说别的啦 你光银行定存就打败了 好几倍的银行定存 还赢了台积电 还赢了台积电 对所以 其实这两档0056跟00878呢 都是我们真正实际上在操作 想要配息的人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高股息0056它最主要是在筛选 预估未来 未来可能配息好的前30名 那么它就去选过去 绩效好公司有获利成长的 对 那么在去年在前年 公司有获利成长的 我想同学如果你有在 这个我们的股海 很久的你就知道 传产股是比较多 所以呢这个0056呢 大部分都是以传产股为主 可是00878就不一样咯 00878我们刚刚有提到 它是用这个ESG加上高配股配息 所以啊这个选出ESG的股票之后 再加上实力率高的股票的前30档 那当然啦我这样上面秀出来是 比重最高的前10档 可是后面的20档 其实有更大部分是属于金融股 OK 我们看下一张这个产业分布的部分 这个56啊 这个资讯科技类比重占到6乘4 但是我们的878 哎就完全整个大分散了 所以878第一名是金融保险股 第二名是电脑周边相关的概念股 那我们说今年说 我们今年是号称是 美国费的升息的元年 那只要一升息 对金融股来讲就是利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年的1月 到今年的3月4月 都是金融股一直不断在往上串新高 那当然这一波大回档之后 因为其实这个大盘的回档幅度 已经将近两成了 所以我们的00878 就未来的趋势研判来看的话 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 因为它这个金融股的比例 占的非常大 将近到两成7的部分 27%的部分 国泰永续00878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觉得这个 如果我们就存股的部分来讲 是一个比较好的标的一个选择 刚有点到 它竟然是永续高股息 它硬是比0056多了一个永续ESG ESG我们之前的影片 大家也可以再去看一下 其实ESG很简单 它就是这一个环境保护 公司治理跟社会责任 这三项围绕在这三项的这一些 股票里面 那其实因为地球暖化很严重 所以现在大家都感觉很深刻 要么就是很冷 要么就是很热 第二个呢 在去年年底呢 这个乌俄战争一爆发之后 有一样的农产品涨幅飙高 就是小麦 所以这个小麦 在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 他们又是小麦 全球小麦最大宗的出口国 所以导致小麦价格串高 玉米跟黄豆也跟着往上涨 这些都是导致于物价通膨 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ESG相关的议题里面 那么再来还有一个 就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 所以这个因为劳资的关系 还有新冠疫情 这些重要的议题在欧美已经引发到 最非常非常动的回响 所以未来有很多的投资机构法人 都会把ESG永续投资 纳入他们公司的策略里面 那其实事实也证明 有符合ESG的股票 他们的长期绩效 是优于一般的股票的 台湾政府在2018年 也把这些永续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纳入到我们这个劳保基金 委外投资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的指标 政府的这个四大基金 他们如果要委托投信操作的时候 他们都会特别的去要求 这些投信在下单的时候 或者是要买的股票一定要符合 所谓的ESG的相关概念 同时他们也会去投资 跟ESG有关的共同基金跟ETF 而且这样子听起来 就是00878 它好像有双引擎 也就是它就具有ESG 又具有高股息 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两者的股价好了 为什么老师我也说 今年会是特别好 来去存这个高股息ETF的时候 对其实股票会说话 我们看一下0056 今天0056我们都知道 如果大家有在观察 大盘加全指数的话 大盘加全指数的最高点 落在今年的1月 最高点到现在 跌了5个月的时间 回挡将近2成 可是你看0056的最高点 竟然是落在去年的5月 对 所以它从去年5月最高点 一直跌到现在 但是呢 你说它大跌吗 也没有 因为什么 它的配息很高 可是它也不涨 这代表什么 其实代表 这个0056的一些相关股票 其实这个股价并没有 大幅的成长 反而是因为配息的关系 把股价撑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00878的股价走势 好 你就会发现 两个很不一样 是不是图形完全不同了 对 所以我们在做投资哦 就是要这样去做比较 这个00878它是非常相对抗跌的 所以代表不仅它有高股息 而且因为它有符合ESG相关的概念股 它们的股价反应 跟呈现出来的结果 是相对优于一般的股票的走势的 在同个画面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呢 感觉上好像跌的幅度比较大 一个就是在高档 对 提早跌 对 一个的话好像就是高档 稍微有撑一点 所以有撑的就代表它是 弱中透强 弱中透强 可以这么说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举例啦 假设呢 小名小币 不知道小名是谁啦 随便 小名小币 我们都要一个月拿出5000块来存高股息 我们就要来PK一下绩效了 对 存0056 存00878 谁的绩效会比较好 其实最简单的喔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我已经有做一张统计表出来了啦 那么这个0056跟00878 假设我们固定呢 一年一个月存5000块定期定额 有很多这个上班族 我都很鼓励他们存定期定额 对 假设我们一个月都存5000块的定期定额 然后呢 我们这个10年下来喔 其实这个00878的这个 累积领出来的鼓励是26560块 优于0056的24481块 那么你不要小看差这2000块喔 因为你只是存5000喔 假设你是存1万 你多一倍 你领到的鼓励会差更多 对 所以其实长期绩效来看的话 其实真的00878的这一个 鼓励领到的鼓励还有绩效的反应 其实是优于0056的一个股价走势的 老师那这个是任一个时间进场的 绩效大概都是这样吗 对随便买 随便买 就随便买 完全我们不看趋势 好 对因为10年来嘛 不可能去看趋势来去做操作 对 所以长期绩效 所以长期绩效 现在存当然好 但我会跟大家讲 现在存股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 有些人会很在意那些小小的价位 比方说今天涨 明天大跌 我大跌的时候 我又会想说 再等一下会不会还有更低的低点吗 有的时候等等等那个低点又错过了 所以两个情境我们来告诉大家 应该要怎么样存 其实高股型ETF 它是一个进口空退可守的一个组合的商品 除了可以享受股价上涨的一个优势之外 它又因为它筛选出这个配股配息好的公司 第一个就是当大盘走势空投的时候 那有赚钱的公司一定会配发 很不错的股利给投资大众 公司赚钱跟公司的股价走势 其实是什么样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能把它画上等号 因为公司在经营本业 公司把本业做得很好 然后呢 它把赚的钱呢分配给股东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投资股票 最正常的获利方式 叫做分配股利 当大盘不好的时候 有赚钱的公司还是会把什么 该给股东的钱给股东 所以呢当大盘不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定期定额加 股利滚入本金再投资的 这样子一个操作方式 ETF的价格会下跌 但是我们因为这个大盘不好 我们反而可以赚到更高的殖利率 然后呢把你的利滚入本金里面 这个就叫做负利操作 那么第二个状况就是 大盘下跌到相对低档的位置呢 开始采单笔申购的方式 那什么叫单笔申购 就比如说你身边刚好有一笔钱 50万100万甚至200万 那以前我记得我上次来节目 有跟大家讲过 那个时候还不适合单笔申购 记得吧 大概一个多月前的时候 对因为那时候股价还没有跌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喔 因为大盘已经回档将近两成了 两成大概已经是这个属于空头走势了 但是你说跌到两成就可以进场嘛 还不是 所以我这边教大家几个逢低布局 你可以赚股利又可以赚价差一个很好的办法 其实这个现金流是 我说实在是很多法人的资金布局在做的 很多法人他们的ETF 也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去每一个月赚利息 因为他也需要现金活水 他需要 而且法人的钱放在银行的利息更低 对啊 他们的10亿20亿 对放在银行可能零点多 因为大额存款嘛 对 现在国际热钱这么多 大额存款他不可能给你很好的利率 是 所以这个是很多法人很喜欢操作的方式 好 那所以我今天就大概稍微整理一下 两组的这个月月配 月月领席的方式 那这个组合的这个最 设计的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让大家每一个月都有鼓励收入 你每一个月都有现金流进来 都有加薪的概念 都有加薪的概念 那当然你一定要先存低桶金啊 如果你连这个1000块2000块都没有投资 没有办法投资 那我还是建议呢 先别想投资理财 先努力工作 这个基本要一个月你能拿得出5万块 这个是以5万块投资为例 那我们现在有零股交易 你也可以把它等比例下降 比如说我可能没有办法一个月这么多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啊 你就用1万块也可以 OK 那但是你就等比例的减少 就除5除5除5这样 对你就把它除5 那我们现在可以零股嘛 一股两股都可以买啊 所以我们都可以用这样方式来去做操作 几乎每一个月都有利息的收入 可以滚进我们的本金里面 那所以我就会去设计 设计这个0050跟这个00878 再加上一个台积电 那最重要是0050是采这个半年配的方式 它是1月7月配息 对 然后00878呢就是我们刚刚讲有一个ESG的那一个ETF 它是2581 那么中间会跳过3692所以我用台积电把它补进来 你可以用这个0050呢你可以每一个月买150股 然后00878呢一个月买一张刚好就是1000股 然后2330呢我们的台积电虽然它股价509块对不对 但是不用担心你可以买28股 因为我们现在领股交易其实是非常活络的喔 对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呢打造你每个月投资5万块现金流的一个 这个利息收入的方法 这个投资组合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虽然它每一个月都可以领得到利息 但是有领多领少的问题 领多领少第二个台湾50就0050跟台积电的同值性太大了 大概占了五成对所以你买0050等于买台积电半张 所以你没有办法享受互补的价差的方法 所以虽然这个投资组合它可以让你领到越越配息的一个概念 但是当台积电涨0050涨 可是台积电跌0050也会跌 那剩下就00878再撑了啊 如果你不想要用这个方式来操作的话呢 那么我还提供另外一个什么 不同的投资组合 就是我把这个元大高股息再加进来 那这个高股息就好了 因为我们刚讲 我们刚刚已经帮大家分析过了 0056跟00878 这两个高股息的ETF 他们的持股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 一个是用过去来预测未来 有可能它的股力持续会再往上的 那一个就是搭配这个ESG加股力的 所以我这次把这个006208把它加进来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重点 它的股价比较便宜 你每个月这个006208可以买进250股 然后呢0056买进500股 那当然00878因为它的股价比较便宜 所以你又可以用一张的股票下去做操作 组起来其实它的绩效是相当不错的 意思就是说当你买到当这个公司有赚钱 你也可以享受到高股力 那当台积电 哪天外资回头 它总有一天会回头 当哪天外资回头了台积电涨上来了 你也可以办法那个什么 享有台积电上涨的一个 好的一个波段的一个获利 所以当大盘在大跌的时候 你反而要头脑更清楚 现在我可以来做什么样子的布局 那么我手上多的一点点的钱 我可以怎么去做 所以永远你也有要记得 你投资1万块 那么这1万块就可以帮你升钱 可是呢你花费1万块 也就是你把这1万块拿去花掉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 所以现阶段当大盘在大跌的时候 反而是我们开始要找好标的 该进场的时候了 老师那这个长期投资下来啊 有没有一个很优的绩效 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可能每一年 我可以有多少趴的一个收入 其实如果就过往的绩效来看 因为前两年 我说实在前两年是真的比较不准 对 因为前两年是历史大多头 对 连续涨了三年四年 所以前两年其实 我们拿最简单来看的话 如果就这一组的一个投资组合 就前一年或前两年 其实它的平均报酬率 都将近有1-20%左右 平均大概15%左右 哦那也很不错耶 很好啊很好 那你不要忘记了 现在是大跌喔 所以你除了赚股票的绩效之外 配息才是真正很优势的地方 所以你真的要买配息 是要现在来买才对 好现在大家赶快去算一下 有没有什么活用的资产啊 还是说每个月我月收入 然后分一笔钱来去投资 这样的ETF 不会是现阶段 大家还蛮适合操作的一个方向 今天非常感谢林莹老师 大家有任何问题 在留言区互动之外 也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来看一段工商服务 在这边呢告诉大家 温望水神维生性电解刺激生水 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 温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须要长期抗战 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 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